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酷我音乐官方微博上看到了一个令人激动的的消息 那就是2021年4月19日酷我音乐新耀人气榜 日榜揭晓了排名前五位的竟然全是周深的歌 能够对前五实现大包大揽 这是何种实力 不得不由衷的感叹 心中只有四个字飘过 不愧周深 不知道生米们对这件事怎么看呢 酷我新耀人气榜不仅是每天的日榜会更新 而且一周还会评选一次周榜 在这份榜单上 周深 刘雨宁等都是榜单上的常客了 但是能够前五被一位歌手实现霸榜 这在心耀人气榜上还是首次 周深进入榜单的这五首歌也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了 Top 5 我是你的谁 周深一直在用实力说话 我是你的谁 这首歌是2020年 七夕情人节深深送给生米的最好礼物 这首歌也是一直在小编歌单之中 我是你的谁 那还用问吗 对于生米们来说 你永远是我们的最爱 Top 4 化身孤岛的金 周深的歌永远听不腻 因为他每首歌都倾注了不一样的感情 这首化身孤岛的金周深的live版 听了很多遍 但是绝对可以称得上是百听不厌 没有谁是一座孤岛 每个人都是一个世界 而周深就是驻扎在生米们内心深处的最爱 Top 3 简 第一次听这首歌的现场版是 周深在快乐大本营中的演唱 至今记忆犹新 《长歌型》这部剧正在热播中 同样的周深的这首好歌曲 也是一直相伴 周深用极富特色的嗓音 刻画出李长长歌和阿施乐笋彼此相互成长 相互救赎相互扶持最后找到彼此所要追求的道 Top 2 归处是神令这部电影 虽然在今年大年初一并不算很成功 但是周深演唱的这首归处 却堪称是一首经典 不问出路不求退路 我心唯一归处 那就是永远跟随周深的脚步 Top 1 画卷排名第一的就是画卷这首歌了 周深的音乐是一种艺术 让人经不住陶醉其中 而画卷这首歌能让人进入其中 歌声随思绪飘过千古 影员无限遐想 周深一口气拍三个创意广告 温馨提醒声你们吃早餐的重要性 周深喊粉丝们吃早餐了 知名男歌手周深2021年4月20号上午 10点06分 在其个人社交平台发文称 来了来了来了 我又来喊你们吃早餐了 最近我有在认真的调整生物中哦 我都想为自己鼓掌了 再慢慢强迫改 早起的话会发现一天的时间都变多了 然后 早上吃饱是必须的 喜欢的卖片随心配 与此同时 周深还晒出了一则时长达 1分28秒的短视频 该视频系周深为其最新代言的 某早餐时评品品牌的代言宣传广告 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周深为该早餐品牌 一口气拍了三个不同的创意广告 即便是商业广告 但是看到周深温馨的提醒声 你们吃早餐 这个商业广告的可视性还是蛮高的 下面 我们就一起走进周深的这三个广告 看看深深在里面的表演吧 上班族需要吃早餐 大早上周深拿着早餐饭碗和汤勺来到阳台上 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温暖了 室内的每一个角落来到阳台 周深边吃边欣赏风景 这时候一个上班族正快步跑在人群中 看得出没有吃早餐的上班族体型瘦弱 突然一个小球即将要滑到这个上班族 还好一个狗狗帮他解决掉了这个烦恼 猫咪也缠带装早餐 周深正坐在沙发上一边看着书 一边吃着早餐 身后的猫咪正在凝视 原来远处的一只老鼠正在一个旋转的转盘里狂奔 这时候小猫咪一个箭步飞了过去 正当大家意外猫要捉住老鼠的时候 谁知道小猫咪竟然是 被周深手里的早餐袋给吸引了猫咪 没有捉老鼠 而是想吃周深的早餐 周深吃早餐引起大家围观 周深戴着眼镜正在快餐店里吃着带装早餐 明星脸很快被素人发现 大家都问他是不是歌手周深的时候 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 却因为同一个疑问而触碰在了一起 一见钟情就分分钟搞定 让我们一起都重视吃早餐吧 看到周深一口气拍三个创意广告 来喜提升你们吃早餐 喜欢周深的粉丝们纷纷留言 为其打call 周深的音乐 让我在悲伤时感到一丝快乐 让我在感动时潸然落泪 周深的早餐提醒也是让我感到温暖 你是如此温暖我 好喜欢周深的歌 而且我发现他对不同的歌咬字都不一样 有的非常清透 有的非常婉转 有的又有点桀骜 无愧是为唱过而生的人 你是世间最可爱的小星星 我爱了整个宇宙 只为和你碰头希望阳光很暖 微风不燥 有你眼睛弯弯 露齿微笑 我想那一定很美好 早餐当然一定要吃的咯 实力与流量兼具的周深 不管什么类型的节目都能展示歌手的一面 万里走单气播出了 有周深参加的一期 之后周深唱《闪弩18万》登上热搜 即使没有看过节目的网友 也可以通过这个热搜 看到周深的演唱 并且还能看到周深在节目中更多的表现 比如给小孩上音乐课与嘉宾一起跳舞等 这些都在表明一点 周深虽然参加的这个节目是一档 是一揭秘互动即使节目 但并不妨碍周深展示歌手的一面 周深之前还参加过另外一档节目 名叫奇妙之城 这档节目属于城市即使探索节目 而在有周深参加的那期播出后 周深在溶洞里唱传奇登上热搜 周深在节目中也展现了歌手的一面 周深参加的节目很多 有音乐综艺 也有其他各种类型的节目 而不管是一个歌手 还是一个演员 如果上的节目过多 又不能在节目中展示歌手或者演员的一面 时间一场很容易成为观众心中的综艺咖 这点在演员身上非常明显 因为很多节目本身就有一定的剧本 演员参加这些节目已经有演的成分了 已经在展示演员的一面了 但是基本上没有哪个节目会出来说节目有剧本 演员就是在演戏 因此导致很多观众心中节目中演员的形象 就是他们平时的形象 看多了之后会有一种熟悉感 于是在看他们演的影视剧时很容易出戏 这也是为什么不建议演员经常上各种节目的原因 而一个歌手 如果他不能在节目中展现歌手的一面 时间一场观众心中 就会把他定位成综艺咖 反而发现他是一个歌手时 会感觉惊讶 因此 一个歌手要参加节目 最好参加音乐综艺 不管是选手还是导师 都可以给观众一个明确的定位 我是一名歌手 一名有实力的歌手 当然 歌手参加其他节目也可以 但是应该在节目中展示歌手的一面 就如同周深这样 但是想要有周深的待遇真的不容易 因为这需要两个最基本的条件 一个是实力 另外一个是流量 甚至流量比起实力更为重要 实力好理解 就如周深 周深的实力让他在很多情况下都能唱歌 不需要过多的准备 而且唱得还很好听 可以在短短的时间内 用歌声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如果实力一般 不能够随时随地唱出好听的歌曲 那么还不如不展示 毕竟作为一个专业歌手唱得不好听 很掉价 除了实力 更为重要的是流量 节目方为什么让歌手展示 原因是什么 最大的原因就是制造看点 制造话题 从而达到宣传的效果 如周深这样 只要他在节目中展现了歌手的一面 就很容易上热搜 有很好的宣传效果 而之所以容易上热搜 除了实力 更重要的是流量 如今周深的歌迷足够多 活跃粉丝也足够多 他们的讨论可以让一个话题迅速发酵 冲上热搜 很多路人通过热搜看到周深的表现 而周深的实力 可以赢得路人的好感 他们也愿意参与讨论 于是热度自然而然的涨了起来 从而达到很好的宣传效果 这样的效果 节目方非常乐意看到 当然也愿意给周深展示歌手的一面 因此实力与流量兼具的周深 已经摆脱节目类型的束缚 不管什么类型的节目 这关我们的娱乐不断 感谢您关注 缤纷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